今天这样的相遇 我幻想过无数遍 那个原本遥不可及的人 突然出现在你身边 是他 是真宁 我们认识吗 谁不认识你啊 我打个招呼 谢谢 你刚刚是不是听到我们俩说话了 你们想好好上 我让她说 spa 你车有一个 你车有一红金额 你车会借那么多 然后我们更早 irritated 你 erst到我们品牌 那边的人 出什么差呀 大半夜的 疯了 盛总 对不起啊 不不不不 我现在过去 三十分钟 不用 二十分钟马上赶到 马上 没事 你不用帮我 马上过来 不好意思啊 晚了一点点 马上过来 不好意思啊 谢谢盛总 怎么烫啊 安安 订好了 是我 那个 早餐我给你做好了 安安说了 你只喝咖啡 早上不吃东西 但是这样对胃不好 我准备了一些热牛奶 还有煎鸡蛋 在那边 好 盛总 你怎么回来了 会议不是要开得很晚吗 在旅餐突然有事 临时取消了 那 衣服我现在去给你洗 一会儿来给你送午餐 等一下 以后我的东西 如果不让你动就不要动 免得大家都尴尬 好吗 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啊 沈总 你误会了吧 你的东西我没有动过 我都看到了 我说了我没有动过 一会儿 以后我的贴身衣物不要收拾 找我 好好好 不好意思 沈总 好 你不是没狠吗 怎么晕了 你干什么 头晕 你不会不舒服吧 我扶你过去 少娘 少娘 你醒醒 我给你弄点绿豆汤 你喝点 我不喜欢甜的 是甜的 我跟你说啊 这个绿豆汤里面呢 我没有放糖 但这个真的是 治疗发烧最好的良药 小时候我都喝这个 不用吃药的 你听话吗 我 我 你了吗 我 你是不是故意的 是啊 你说吧 你觉得我哪儿得罪了你 你自己做了什么 心里没有书 你为了套出我电脑的密码 真是煞费骨鞋 原来你都知道了 其实我今天出来 就是想跟你说这件事 是啊 我都知道了 你要说什么 说我给你安排了一份工作 然后你恩疆仇报 是吗 什么叫恩疆仇报啊 我跟你出来 确实有我的目的 但不是至于像你说这么难听 莫名其妙的 我莫名其妙 我怎么觉得是你莫名其妙 哪有人尚赶着 给自己的钱男友败过力 证明什么 证明你已经放下了 我看 你是被抛弃后 心里扭曲了吧 过分了 盛哲宁 等一下 等一下 盛 盛 和你也没吃到 我说明儿 还没有吃到 我说明儿 我吃到 你还没有吃到 我说明儿 来 宝贝 彼此彼此 你好 我是砍砍儿滩的砍架师 小潜 你好 我是长盛酒店的总经理 二位喝水 临小姐 如果你愿意将八号的婚宴当期转让给我 我可以为你提供免费的爱琴海 好好永远套餐 爱琴海啊 是这样的 如果您的婚礼在我们床上举办的话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酒席 给您打一个五折 梦想是真的不能打折的 你好 师傅 你好 我想问一下 韩老板那个蔬果站在哪儿吗 韩老板蔬果站啊 又离哪儿还远着呢 你看这天又要下雨了 今天你们俩说去不成了 这么远啊 要不介意的话 在这儿住一宿 明天一早就过去了 你 你们俩不是情侣吗 不是 我不认识他 你干什么 你让一下 你干什么 你让开 谁 你别 你别 等会儿啊 干嘛呀 好了吗 起来 上啊 拖好呀 慢点啊 有使劲呢 等一下 佳琪 佳琪 怎么了 有事吗 今天是我态度不好 对不起 那个 柠檬呢 还好吧 是他让我过来给你道个歉 今天 是我情绪没有控制好 那这样 作为补偿 我先吃顿饭吧 好呀 行 你想吃什么 我定菜定 多贵都行 那肯定啊 吃多贵都可以 那你等着我宰你吧 来啊 宰死你 好 好 够不够啊 你不吃啊 路边摊嘛 我没吃过 不太敢吃 你够吗 不够我再给你剥 不用了 谢谢 你不吃我吃 你吃这个 我给你剥的 你喝水 我吃还是不吃啊 你吃什么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我有低血糖 你缓缓就好了 先坐一下 慢点 好了 没事 等我一下 喂 安安 你赶快送一些糖果 到答案室 盛总 现在不行 我还在处理事情呢 过去至少要二十分钟 好 小朋友 那个包包糖 可以给我一个吗 可以呀 大哥哥 你假的真好看 给你糖 谢谢 好了 跟大哥哥说再见 大哥哥再见 再见 再见 来 快 吃 谢谢 谢谢啊 谢谢啊 这么可爱的糖 你去打结小朋友 大老师 就是开个玩笑 谢了 站住 静寬 站住 站住 别跑 向前 走 没事吧 跑了 我不是让你待着别多忙 跑过来干吗 不是 我帮忙一起追他呀 快看一下人都跑了 你是帮忙吗 你这分明是帮到忙 如果你被撤手上怎么办 你说我吼什么呀 我帮忙有问题吗 而且我又不是你的下属 我干吗什么都要替你的 我送你回家吧 不用你管 怎么是你啊 长盛的名誉受损 我已经不傻了 你欠了一堆债 杜阿姨答应我 只要我嫁给你 就可以帮我还债了 看看你妈这眼光怎么样 看看这身材 看看这脸蛋 要不是因为长盛倒闭 能便宜得了你呢 小盛 阿姨对你也没有什么 别的要求啊 就是三年爆两能做到吗 我努力吧 大点声 我会努力的 好好好 择日不如撞日 这样明天你俩就结婚 muffور 不要 小心特表开街 这边请 这间不错啊 觉得呢 陶南那间有阳光照进来的 景观也不错 亲爱的 不喜欢别的 我就喜欢这间 好吗 你说什么 就试试 接近 那你先坐 只好给你上场 以后再挪我弄紧 靠我弄紧 你小心点 这没想到你还会撒娇卖萌啊 这种可爱的样子 以后可以多一点 工作嘛 有什么办法呢 我平时不也挺可爱的吗 以后这件事不许再提了 你没有觉得 刚才那个小脸班的态度很奇怪啊 就好像韩潮在这儿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我刚才看见隔壁房间有一个女的 应该不是韩太太 肯定不是 笑得挺开心啊 笑得挺开心啊 好像是两个人的生意 不是一群朋友聚会吗 有点意思 不是 不好意思 没销门就进来 快 不好意思 打扰了 小盛 我听夏浅说 你追她两个月了 她这么跟您说的 说话了 这么好 我追她差不多 半一年了 不是 你这么好的条件 你说你看上 我们家夏浅什么了 你这 我也不知道 我到底喜欢她什么 说 她这个人啊 一气臭 都是一根筋 往往 不管什么事 都不计要候补 像个抱着物一样 一点就炸 时常呢 甩一点小聪明 说你啊 差不多得了 但阿姨啊 你说爱情不就这样吗 有的时候你说不上 哪里不对 但是呢 谁无法替代 对对对 是这样的 一时麦露 好 你出去 不会说中文啊 那很好啊 我们交流起来 会方便很多 你干什么呀 我让你出去你听到没有 你不出去我喊人了 这整个酒店都是我的 再教啊 试试看 看看有没有人过来救你 我让你出去 你还要接着装吗 你放开 夏小姐 你起来 少女娘 老板 这西瓜多少钱 开花豆 夏小姐 你干吗 不许动 好 我当时就 迷迷糊糊的想吃西瓜嘛 谁知道那西瓜就跑了 我当时想去抓它 对不起 你快出来吧 我妈走了 吃起来啦 我先来打电话 什么 它是做什么 没有 都要许动 要点赞 我又点赞 有点赞 有点赞 人家是客人 让人也吃 谢谢你 来来来 吃点 好吃 给我吃点 好 我还没饱啊 这回饭 好嘞 来 给你 亲爱的 谢谢 可惜 亲爱的 来 亲爱的 上次 这 这 这还有一个喘气的 还行 吃 来 亲爱的 小姐 这是我们酒吧会员卡 有空常来这儿坐坐 好啊 我公司里面有很多年轻的员工 为有空会打问过来 常来呀 好 到时候我提前你打电话 好的 好的 没问题 那我今天没什么事就跟你走了 好 不好意思 打扰我一下 这位是我的女朋友 今天我们俩吵架了 所以她跑出来了 林老板 这有朋友 他这儿 不好意思 失败了 干什么样啊 疼吗 放着吧 好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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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了 好了 等一下啊 有点烫 你慢点 吃这个 沈船宁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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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烫了 你烫 我要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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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手末没摸着红薯 怎么可能烫啊 你坐稳了 行了 行了 差不多了吧 该睡觉了 你先进去 你先 为什么呀 我想看你先进去 我也是 那 石头剪刀布 好 石头剪刀布 嗯 再来一举 要不 再亲一下 不用了 晚安 怎么了 没事 就是 没放稳 我扫一下吧 别动了 没事的 就是花生了而已 乖 等一下就好了 啊 哈啰 我想你了 我知道你特别忙 我今天过来找你 我也不是故意的 我也想你了 等会儿 别蹭了 马上 专妮 你进来帮我一下吧 你搞了半天也没换啊 我这衣服太麻烦了 你帮我解一下吧 你不想我看你直播 你说你是因为这个 对啊 多奇怪啊 哪奇怪了 挺可爱的嘛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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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湛宁 这段时间我一直想跟你说谢谢 只有感谢 不表示影响 怎么表示啊 你知道的 仅此而已啊 还要干吗 你转过来 正如见 那个听说你们酒店二号楼要开业了啊 那个 如果你们想请人演出的话 我们乐队正好有时间 止于费用嘛 不 分 不 当然是免费的 免费的 那 你们继续 好 咱们去那边看看啊 免什么费啊 不清了 刚才你好严肃啊 有一瞬间 我以你不认识我 不是你说的 要客观公正吗 是要客观公正 但是你态度上可以温和一些 好 下一回一定改 我不要一起吃午饭 不行 一会儿回公司还有事呢 下次啊 怎么了 来 没事 没事 地月堂饭了吧 我缓一会儿就好了 来 吃个糖 什么时候准备的 一直待着呢 好多了 那我送你回家吧 首先呢 我会向你求婚 然后举办一场 不需要特别隆重的婚礼 但是一定要很浪漫 我会带你到意大利东明月 养一只猫 跟一条狗 我们一起做饭 一起做家务 一起逛超市 晒太阳打车盗 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 看着他一点一点长大 又有他自己的人生 等老了以后啊 我们会搬到森林里面的小木屋 小屋外头 有一片湖 白天我们可以坐船去钓鱼 晚上我们两个人围坐在火炉边 回忆我们的过往 天亮你这么多的计划 我现在也有一个小小的计划 什么计划 没什么 我就会想好好地抱着你 还有什么 中国大人 不能说 如果你都能制作 从来 到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脸怎么了 我这天刚过来 学徒不服 我脸肿了 不明了 严不严重啊 给我看看 严重 但是不能让你看 太吵了 太困了 我想在这儿睡觉了 好吧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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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敏还没有好吗 没有 脸过敏了 哪那么快啊 再过两天吧 差不多 很难受 不难受 脸过敏了有什么难受的 就是有点不舒服 你不用担心了 外面好像有人找我 你去开个门 好 哲宁 你怎么来了 我不来的话 也不知道 你打算瞒我瞒多久 嗯 还疼吗 本来很疼 本来很疼 看见你来就不疼了 你别靠 我 不能笑 我没有药当山口 我没有药当山口 没事 医生说了 少不碰到山口就行了 你怎么不睡啊 你怎么不睡啊 睡睡睡 好 晚安 怎么了 好 哲宁 我想了一个晚上 我想 我们分开吧 说什么 我说我们分开 我知道这段时间你很难受 我不想这样 你知道我的 我就是想简简单单谈一场恋爱啊 我真的没有想过 会卷入这么复杂的家庭关系里面 就只是现在 以后呢 我们两个只会越来越累 分开就是早晚的事 长痛不如短痛吧 你不觉得你这样做 很自私吗 我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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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就这样吧 你知不知道 你离开这个房间意味着什么 我非常清楚啊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陈寗 其实我这么做 最主要的是因为你 至少柠檬在怀疑这段时间 情绪能稳定很多 你会轻松很多 我真的不希望你 夹在我和柠檬之间去为难 你知道的 对于亲人 很多时候是不跟是非对错的 如果柠檬真的出了什么问题 你肯定也会生自责 对吧 那我们之后就要转入地下链了 也不知道下次拥抱会是什么时候 好 总算遇上 有人看着呢 胆子真小 都没有什么人 盛总 不好意思 你的文件 还叫我盛总 指甲分手 有必要装得这么像吗 快快快 这两个人真的好好啊 这两个人真的好好啊 陈建啊 时间不早了 我去写书 那我去睡了 老婆你都是给我接电话啊 我没接话 没有关啊 今天晚上怎么办啊 今天晚上怎么办啊 要不今天晚上你来我房间睡 都不用拿来 也会是在那里边跟着眼影咱们睡吗 你到你了吗 我去睡了 我就走了 你去睡了吗 这你去睡了吗 你睡了吗 到了文贵室呀 太恶心了 算了 职员吧 你怎么坐这儿啊 我那个 在床上看文件啊 水杯 啥了 闯失了 啥了 这样啊 那你只能睡我房间了 可能了 那你去哪儿整个吧 快 快 快快 嗯 这儿 你会儿 快看 我快看 突然 我看 我看 我 死我了 回来了 不好意思 我已经睡着了 看到你有惊喜的 袁绍 你就是我最大的惊喜 那我们就要惊喜 继续 继续 promise 花都写了 气氛也不够浪漫 现在求婚是不是不太好 算了 还是找个浪漫的机会再求吧 幸亏姐姐没醒 我说了 我说了 我叫好 不得啊 我们不离开 跳 如果妈咬 跳 我好 快比较 就知道 还真正 这 我也能 像 这个 来 老 这么浪漫的气氛 应该是要求婚了吧 这个氛围 求婚是还不错 这边好美啊 我待会儿要怎么求婚呢 倩倩 我想 小明 你快点啊 过来看一下 马上 你快点 快看一下 来了来了 快点 怎么了 没什么 什么东西啊 什么也不是 好漂亮啊 对呀 这么好的氛围 赶紧求婚吧 就只有漂亮啊 太美了 快点 还默契什么 太阳都要下山了 你看 你看那边 难道今天不求了 谢谢我 谁请问你呢 告诉我 我去找她 你啊 我 盛哲宁 你到底娶不娶我 戒指明又戴在我手上了 你为什么要娶下来 还要去娶乐场 你不是要求婚吗 结果呢 你什么都没有说 还有最后那块蛋糕 一点都不好吃 我就以为你把戒指藏在里面 我才吃光了 笑什么 我跟你说真的 我不是想跟你问 特别呢 隆重的 浪漫的求婚吗 那天在游乐园 还有晚上 在餐厅的时候 我都有准备 只不过 抽比点小的意外呢 我不要什么特别的 也不需要什么浪漫的 你就是我的浪漫 你是最特别的 然后呢 然后啊 什么 我一个女孩子 我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那这个时候你们干说些什么吗 求婚啊 那 我就是着急赶过来 我这 怎么都没打呀 那 怎么办啊 我不是了先 求婚 干吗 求婚 这 什么意思 按照我的大小选一个 就在这儿 不好吗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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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这两天呢 我想了 我终于明白一个道理 一个女孩 答应嫁给这个男孩 她不应该是一时冲动的决定 对 男孩的求婚 也不应该 你一下子 就把对方给感动了 你想要 这个女孩 把心交给你 想让她成为你的妻子 应当是两个人 从一开始认识的时候 就开始去做这个事 所以啊 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 最完美的求婚 爱情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 每时每刻 每分每秒 是理解 是包容 是沿路的本性 对 说了这么多 我发现 说得挺苍白的 只有爱你的行动 才是最真实的 你愿不愿意 跟我一起见证这份真实 嫁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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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爱我这个方式 教会我对世界和自己诚实 你愿意 你愿意 细心拥有每个简单日子 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 要不是你那么坚持 我不会懂爱情是什么样子 多少岁也不迟 我们这次 陪爱慢慢从学不开始 爱要慢慢热 慢慢走着 慢慢热 频繁变深刻 不迟爱 这个怎么样 我觉得有点问题 什么问题啊 就是 你这个领结 有点小小的问题 我帮你调一下 好 看一下 我记得 你是不是说过 我这个甲方有什么问题 你都可以解决 是啊 所以这衣服 真不合适啊 就是有点小问题 我到底什么问题啊 你穿这身衣服太好看了 就是让我忍不住想看你 这套日子不想懒惰 当天我爸车祸的事 我本以为我可以放下 但是这个事在我的心里 一直都过不去 如果我们俩 再继续相持下去 留下都不好 你说得我特别明白 是这样的 这件事 确实是我们两个 可能都跨不过去的坎 那与其在我们的关系里面 留下一个解决不了的事情 那不如早点结束 对吧 对不起 不用说对不起 这是我们两个共同的决定 那也许分开就是最好的办法 我也不知道说些什么 对不起 张宁谢谢你 跟你在一起的这段时间 我 我很幸福 我很开心 我会珍惜 谢谢 我会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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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会珍惜 你抱着我什么意思啊 你放开 沈安宁 你太过分了 知道我找你多久吗 你躲什么躲啊 我知道我喝醉了去上山找你 是你把我送回家的 哪天在游乐园 搬公仔的人就是你 你心里就是有我的 为什么一直故意躲着我 还没完等我说 咖啡厅 我去不是要和你分手的 我连戒指都带来了 我以为你会和我很好 可是你却提出了分手 那天晚上下着雨呢 你不想把车停在我的前面 你宁愿看着我和别人一起走 这就是你说的 你要和我端干净 你心里就是放不下我 是 没错 我也很虚伪 我不知道说什么 我和你之间 根本就不是三言两语的抱歉 能说清楚的 但是我现在想跟你说 我很爱你 相信 我以后再也不会 相信我 我们之间的问题 一定能解决 从现在起给彼此一个机会 让我们一起面对它 让我们一起面对它 不可了 走了 谢谢 谢谢 盛哲宁 先生 你是否愿意娶夏浅小姐为妻 今后的日子不论顺境或逆境 富裕或贫穷 都毫无保留地把爱给她 作为平等忠实的伴侣 度过今后的一生 我愿意 那么接下来夏浅小姐 你是否愿意成为 盛哲宁先生的妻子 今后的日子与她一起度过 我愿意 好 那么接下来请二位新人 交换戒指 希望她快乐成长 五秒钟啊 看镜头 看镜头 你看她 看她 走 来来来 走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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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